其实有三页 但那些文字太复杂太难记忆了 我现在的极限是两页多一点 再多就会混乱 其他的只能等下次了 奥黛利默默在心里补充了几句 新的罗塞尔日记 克莱恩精神一阵 明知答案的笑着问道 正义小姐 你需要得到什么 奥黛利的眼睛一下发亮 但却故作矜持的回答 您知道的 我即将消化完观众魔药 我希望能早一点获得读心者魔药的配方 以便提前准备好材料 无 我知道这两页日记的内容不多 可能无法匹配读心者配方的价值 我还会再给一页 嗯 还会额外再支付您一笔钱 他话因为落 突然感觉不对 忍不住在心里狠狠骂了自己一句 愚者先生至少是接近神灵的大人物 怎么可能看得上庸俗的金钱 于是 奥黛利没能维持住观众状态 忙结结巴巴的补充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 愚者先生 我的意思是 您可以指定想要的补偿 对 就是这样 我喜欢你刚才的提议 我会这么回答 等你真正消化完观众魔药 就能得到后续的配方 我有个手下 不得用更有逼格的卷者 正在忙碌着某件事情 刚好需要一定的金钱 这是他的不记名账户 在贝克兰德银行的不记名账户 嗯 这周我会乔装打扮到贝克兰德银行停跟分行办理一个不记名账户 克莱恩没立刻回答 看似高深实则认真地推敲着自己的话语 贝克兰德银行是鲁恩王国七大银行之一 掌握着清算的权力 鲁恩王国用集中进行票据清算的方式来办理同城银行间的转账业务 但与印第斯共和国的同行们不一样 这里并不是所有的银行都能加入这个行列 最大的那七家银行牢牢把持住了这个权力 所以他们又被称为清算银行 让别的银行只能依附于他们 而异地的账户打通只能在同一个银行 通过不同分行的清算来完成 有了蒸汽列车和有限电报之后 这方面的效率提升了不少 就在这时 太阳代理课 伯格突然开口道 独心者魔药配方 后面是精神分析师的独心者 奥黛利疑惑地望向了他 你知道 与此同时 正义小姐用观众的本能品出了问题 对方用的是相应序列期的古称精神分析师 而不是更加现代的心理医生 很奇怪啊 这家伙 奥黛利再次审视起太阳的一举一动 代理课丝毫没觉得自己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一面 认真回答道 我能帮你弄到这个配方 说完之后 他因为暂时拿不出来而感觉心虚 强行解释道 这是发源于巨龙一族的序列 而我们白银城曾经处于巨人王庭的统治下 你们知道的 巨人和巨龙是死敌 所以 这个序列的九 八和七 白银之城都有 我有办法弄到 这孩子 亏我之前一直叮嘱他不要乱说话 不要透露自己的来历 结果 克莱恩差点想伸手掩住面孔 不哀 太阳少年虽然一副很沉默很苦痛很成熟的样子 但他真的还只是一个少年 不过 倒是让我弄清楚了一件事情 原来观众序列最初起源于巨龙一族 难怪正义小姐高辈以后面由星辰组合出来的象征符号是巨龙 白银城的历史保存得很好吗 克莱恩维持住后靠以备的姿态 若有所思地听着太阳陈述 其实 他完全可以轻轻松松就阻止太阳透露这些事情 只要他不帮忙同声翻译 正义和道调人听到也是白听 因为根本听不懂 但克莱恩转念一想 觉得这能有效在三位成员心里巩固自身强大神秘的形象 所以就含笑听着 没有发声 没有做多余的尝试 巨人王庭 巨龙一族 白银之城 奥黛利听得一阵迷糊 先是看了对面的道调人一眼 从肢体动作判断出那位先生同样震惊和疑惑 他盲侧头望向青铜长桌的上手 只见鱼者坐在那张高背椅上 浑身笼罩着浓郁的灰白雾气 右肘则之于俯首位置 让掌步悠闲地抵住微侧的脑袋 不惊讶 不奇怪 无思索 无疑虑 只眼含些微笑意地看着这一切 他知道 他都知道 奥黛利和阿尔杰几乎同时在心里做出了肯定的判断 白银之城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方 他在哪里 奥黛利试探着问道 道调人阿尔杰则专注倾听 此时此刻的太阳戴里克 伯格也是满脑子的疑问 他看得出来 除了语者这位也许是神灵的存在 正义和道调人明显更接近于非凡者 一定序列的非凡者 而在被神遗弃的地方 除了白银之城的子民 戴里克从未见过其他活人 所以 他反问道 你们不是白银之城的子民 是哪个城邦的 唉 克莱恩忍不住又想叹气了 奥黛利嘴唇戏动 一时竟不知该怎么回答 嗯 他潜藏的意思是 如果你不想回答类似的问题 就不要随便打听别人所在的城市 正义小姐轻轻汗手 优雅地闭上了嘴巴 很显然 道调人阿尔杰也误会了太阳的目的 不知道对方是真正地 单纯地发问 于是也保持了沉默 不发一言 未曾得到回答的戴里克似乎也明白了什么 不再提这件事情 转而说道 我会尽快弄到毒心者魔药的配方 我想用它来交换太阳途径的初始序列 太阳途径 序列九歌颂者 道调人阿尔杰立刻反问道 太阳代理克想了吓道 应该是这个 但我对他缺乏了解 旁观这一切的克莱恩决定出面了 因为他不想再冒被别人抢走生意的风险 他笑笑道 我想正义小姐应该没有歌颂者的配方 但道调人先生大概率能弄到 见奥代理点头 他倾笑再言 我给太阳一份歌颂者的配方 太阳尽快将毒心者魔药的配方给正义小姐 争取在两次聚会内 而正义小姐把新得到的罗塞尔日记给我 这样就完成交易了 嗯 从等价交换的原则来看 太阳吃亏了 但他还只是承诺 等他真的拿出了毒心者配方 正义小姐在考虑怎么补偿他 或者 由我来补偿他 正义小姐则提供金钱给我一个卷者 他最近需要做些事情 呵呵 这是因为太阳未必能收得到正义小姐的现金或材料补偿 克莱恩故意在后面加了那么一句 为的是让道调人和正义将关注点放到太阳未必能收到补偿的事情上 为的是突出自己的高深莫测 从而使大家忽略掉那位缺钱的卷者 未必收得到补偿 太阳究竟在哪里 南大陆 阿尔杰顿时微皱起眉头 太阳的来历也很神秘啊 果然 愚者先生在现实里也是有手下的 奥黛利终于看见了成为序列八读新者的曙光 哪还有别的想法 他按纳注兴奋 浅笑道 我没有意见 我也没有 代理克见当场能拿到太阳途径的起始序列 也是毫不犹豫地点头 根本不在乎后续的补偿 被排除在这起三方交易外的道调人 阿尔杰则没有发言的立场 虽然他确实能弄到歌颂者的配方 但这同样得等待一两周 这时 成功将补偿拖延到了下次或者下下次聚会的与者克莱恩心情不错的将手往前一按 具现出了歌颂者的配方 主材料 结晶太阳花一朵或者一只成年火石鸟的维羽或者纵火鸟的维羽 海妖之石一块或者歌唱葵一朵 辅助材料 种下草一根 七月九枝叶五滴 精灵暗夜一片 他将这张配方传到了太阳面前 看见对方先是皱眉 玄机舒展 嗯 神器之地的材料名称肯定还保持着古代特色 还好 我这个配方是直接从永恒列阳那里得到的 有标注古名 有各种替代品 克莱恩有所恍然地把目光移向了正义小姐 奥黛利看了眼正默念配方的太阳 芒急与强行记忆下来的两页日记已表达的意念 日记立刻浮现于黄褐色的羊皮纸之上 闪到了克莱恩手中 他与之前一样 立刻开始了阅读 11月3日 马蒂尔达怀孕三个月了 我现在看那些来自乡下的女仆都觉得她们没清目秀 不 我不能降低我的档次和格调 刚好 傅莱斯伯爵夫人邀请我参加一场私密的派对 嘿嘿 11月8日 范 艾斯汀大主教有事情找我帮忙 疑 我能帮一位大主教做什么 11月9日 原来序列图境里还藏着这样的秘密 艾斯汀大主教告诉我 成为序列五的非凡者之后 接下来的部分可以与另外一两条图境对应的序列互相替代 也就是从中序列到高序列这一步开始 但这支限于那一两条 一旦替换到了错误途径的魔药 半封是最轻的结局 而且后续不可能再获得晋升了 这样可以在序列四开始互相替换的途径有 不免者途径与收尸人途径 嗯 教会的通识者途径与窥密人途径也能在高序列彼此替代 PS 周一两更完成 求推荐票和月票TUD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